香油里面打入一颗鸡蛋,煎一煎 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 这可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 大家好,我是抄子 天冷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香油煎蛋 做法材料非常简单 准备一块老姜,一颗鸡蛋,少许白糖,一小勺香油 先把老姜用刀刮掉外皮 处理干净以后,先切成薄片,再切成姜丝,切成姜末 切好以后放入碗中 起锅,锅烧空气,锅热以后放入一小勺芝麻香油 香油烧至冒烟以后,放入提前切好的姜末 开中小火把姜末的味道炸出来 尽量稍微多炸一会儿,这样吃起来就不会太辣了 水分炸干以后,单手打入一颗新鲜的焖鸡蛋 再往里面加入半小勺白糖 然后开中火用勺子不停地搅动 使所有的食材全部混合在一起 每年到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坑坑坑 实在太难受了 尤其是孩子,看着就受罪 近期,很多小朋友喉咙发痒不得劲 不停地坑坑坑 这个时候就想起来 小时候奶奶总是给我们做的这个 不得不承认,老祖宗的智慧实在太厉害了 代代相传 用着简单的食材 做法简单,但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 把鸡蛋炒地形以后 我们要趁热吃 您只要坚持吃上两回 就会有惊喜发现 真的是省钱又实用 如果感觉我的视频有用 您可以点赞收藏 坐起来 再忙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